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我是雨萱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网传汪文斌将接任秦刚 习近平贴身保镖 王绍军死亡 官宣延迟三个月 中南海似乎仍有安全隐忧 中共罕见预报习近平行踪 成都安保升级 西安家长大规模抗议回流声事件 在进入话题之前 请您先点赞订阅 您的支持能帮助这个频道成长 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近日在推特上疯传一个消息 说官方已经通报秦刚犯了叛国罪 并已传达到听级以上 将由汪文斌去接任中共外交部部长 说秦刚犯了叛国罪 我们昨天已经和大家讨论过了 57岁的秦刚有着年龄优势 是习近平的宠臣 前途无量 哪个国家用什么样的利益手段 才能策反他呢 所以说他犯了叛国罪 这个不太可能 至于说由汪文斌接任秦刚 汪文斌是外交部发言人 是副司长跟赵立坚评级 恐怕还轮不到他当外交部长 外交部部长通常会接任国务委员 也就是副国级 汪文斌只是一个副司局级官员 他的上一级是正司级 再往上是副部级 正部级 然后再到副国级 按照中共排资论倍的惯例 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秦刚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是6月25日 能让秦刚突然消失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习近平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问秦刚去哪了 这个现状绝对不是习近平当初预料到的 评论人士杰森认为 这只能说明一点 当时习近平让秦刚立刻消失的决定 是一个如猛武断的决定 不考虑后果 是一个缺乏全面周全考虑的决定 一个影响如此重大的决策 正常的决策程序应该经过反复全面论证的 分析不同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结果 然后做出决定 比如习近平至少应该和他的精信一起讨论讨论 有没有可能在不惊动秦刚的情况下秘密进行调查 如果最后查出来他真有问题 外交部下一步由谁来负责等等 在整个过程中 似乎都没有一个人给习近平提醒一下这样做的后果 我们可以窥测到习近平做决策时是多么武断任性 在中国这种网络严密管控下 关于秦刚的桃色新闻居然得到了放行 民众可以在网上公开讨论 这是极不寻常的 这说明秦刚作为年龄最小的副国籍 已经引发了多方势力的妒忌 使他成为党内的众师之地 大家都有要联手做掉他的意图 秦刚已经有一个月没公开露面了 他回外交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被定罪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中纪委可能会在某一天宣布秦刚的一连传罪名 其中包括生活作风腐化 然后把他移交给司法机关 他的结局会不会真的是这样呢 就像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说的那样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中共新华社24日消息称 中央警卫局原局长王少军中将 因病医治无效 于4月26日在北京去世 享年67岁 微信公众号中景忠诚 4月27日曾发布王少军复告 称其遗体告别仪式 定于4月30日上午在解放军总议院告别式集群 香港新党日报4月30日报道了此事 近日中共官方才报道王少军死讯 推迟了近三个月 大概是不希望外界关注王少军是怎么死的 时评人士石川云发文分析 如果王少军是正常病死 当局为何要封杀消息 或许他因卷入拳斗 被习近平自己秋后算账 民主人士王军涛表示 可能习近平觉得王少军有问题 所以就把王少军给解决了 报道称 王少军是河北省清河县人 早年进入中南海担任保卫工作 2009年就升到警卫局副局长 王少军任内多次陪同习近平外访 包括2015年访美国及英国等 2017年6月 习近平访问香港 王少军全程护卫 习近平检阅驻港部队时 王少军身穿军装 坐在吉普车副驾驶座位 2019年底 王少军卸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职务后 整个2020年和2021年上半年 中央警卫局一直没有局长 都是由副局长主持业务 直到2021年7月15日 习近平打破惯例 从野战军选人 掌控中南海警卫局 郑局长是曾任北部战区 陆军副参谋长的周鸿徐 副局长是提前到位的陈登吕 党媒明报分析认为 习近平用野战军降临 空降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 是为了避免由原系统升上来 可能涉入较多中南海原来的内斗关系 而王少军正是胡锦涛时代 在中央警卫局内部升上来的 去年1月 中共中央党校举办了一期 中共党政军省部级官员研讨班 在研讨班的开办仪式上 已退居二线的王少军 竟然蹊跷地出现在 中共官媒报道的尽头中 他坐的位置仍是 中央警卫局局长的位置 当时外界揣测 中央警卫局可能发生了 什么意外情况 以致习近平不得不临时 将王少军召回 有观察人士指出 中共中央警卫局一直不稳 这次王少军病死 拖后三个月才报道出来 也显得扑朔迷离 24日中共官方罕见提前宣布 习近平将出席成都大运会开幕式 大运会是指第31届世界大学生下级运动会 同时还公布了到访的六国领导人名单 包括印尼总统左科 斐济总理兰布卡等 网友调侃 这些都是中共花钱收买的国家 分析指 目前中共的国际外交活动极为贫乏 与大多数发达国家 以及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几乎都断绝了来往 每每有什么大一点的活动 需要别的国家领导人来撑蒙面的时候 中共都得花大笔银子来收买 这次出席开幕式的国家 都是没有国际影响力的 也没有经济实力 可能都是花钱买来的 与此同时 四川成都安保升级 据报道 6月30日至8月11日 成都大草坪路 清水河街 凉坪路 玲珑东路和围区域 除持有成都大运会 执委会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 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24日 成都当地网友透露 大运会在东站附近包了很多酒店 应该有相关人员住在里面 进出都要被安检 过来支援的警察特警都住在周围 昨天下午 东站附近不知道是在搞演练 还是有人过来了 一个路口十几个警察 50米一个特警 有些大巴车停靠的路段都不让进去 连续多日 陕西西安市大批民众聚集在新城广场 省教育厅 各区信访局前 抗疫今年中考出现大量河南回流生 挤占教育资源 导致本地学生无法上高中 回流生是指户籍在西安 但学习不在西安的学生 回流生政策本来是为了方便去外地打工的西安民众 他们的子女在外地上学 但可以回到西安参加中考 中考就是考高中 西安中考11万考生中 仅回流生就4万多 大量河南籍考生挤压西安教育资源 导致今年陕西中考分数线上升了20多分 大量西安本地考生无法顺利升学 满分700分 600分以下的基本上不了高中 西安家长认为 这些在考试前空降的考生 虽然表面上挤占的是西安中考名额 实际是挤占了三年后的高考名额 高考是指考大学 西安所在的陕西省 算得上是中国的一个教育大省 名列985的学校就有三所 列入211的有八所 而河南省列入985211的大学 只有一所 就是郑州大学 按照中国的教育体制 同一所高校 给每个省定的分数线都不一样 往往会照顾本地的学生 西安好多大学 与临近省份河南相比 西安的高考分数线比河南低很多 这就引来大量河南考生涌入西安 而西安的高考政策 对户籍和学籍都有严格要求 比如考生至少在西安住满三年 而且还要在西安的学校上满三年学 这样的学生才有资格在西安参加高考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西安当地的求学资讯机构 民办学校就想了个办法 就是河南学生在考高中的时候 就去西安参加中考 然后在西安上三年高中 在学校住宿三年 这样就能顺理成章地在西安参加高考了 抗议活动从7月18日开始 部分西安家长聚集在陕西省政府前的新城广场抗议 第二天家长们转至陕西省教育厅门口 集体喊口号 西安娃要上学 当局派来大量警察在现场维稳 21日在西安市信访接待中心的抗议活动 最引人注目 数以千计的愤怒家长包围了西安市多家政府部门 高喊口号 继而发展到各区的信访居门前 都有民众聚集 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22日 7月初有网友在网上爆料 一些家庭凭借灰色手段落户西安 但工作生活均不在西安 孩子的学籍也不在西安 却凭借回流政策到西安参加中考 今年西安中考10万考生 有大量回流声 数量一万至四万人 随后西安市教育局发布通报辟谣 称网传信息严重不实 这更引发民众的愤怒 网上流传出户口造假的图片等大量证据 内幕被一点一点地揭开 当地的赵先生告诉外媒记者 他身边的朋友有做回流声项目中介的 他们已经挣得盆满钵满 赵先生透露 这些中介机构跑政府关系 跑线下资源 这样很快就把事情办理了 办理一个学生常规受20万元 如果有4万学生的话 收益额应该超过1亿多了 已经形成了产业链 另一位民众刘先生说 这个事件影响的是西安市教育以及未来 教育局不管不问不作为 让孩子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既然网上传出将近三分之一的回流声 这也不是空穴来风 钻教育系统的漏洞 我们普通老百姓绝不答应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试试变换 笑看风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